是王化伟王大哥吗 哎呀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原来的福亚红娘小妮 你好你好 王化伟65岁 离异吉林市激光材料厂退休 退休金3900元 有双保 退休后被私企返聘 综合年收入13万元 现居住地吉林市 住房面积103平米 哎呀真感人 我先进啊 哎呀好 王大哥家是个两世一厅 南北通透的房子 站一进门 给人的感觉就是干净利索 但绕过玄关 红娘却发现 这王大哥家里 可是别有洞天呢 我看这上很特别呀 哪个这个啊 这个这是 我前年 今年没有去海南 前年去海南的时候 开始是买的 这是海南的四大名楼 哦这个是四大名楼 就这个 这是鹦鹉楼 风伟楼 这是黄冠楼 这叫什么 唐楼是什么 就记住了 这是海南的四大名楼 也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 然后买回来之后 我当时买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嘛 是空的 因为这个和那个是对称的 我先有的那个 啊对对对 我看到了 那个是珊瑚 那是太平洋的珊瑚 太平洋的珊瑚 这是真的 这是八年前买的 哦这是上哪儿 上哪儿旅 这是在瑞丽 就是中缅边境 哦中缅边境 它是通过缅甸进来的 哦这个东西 各式各样的海螺 品种稀有的珊瑚 你以为就只有这些了吗 那你可真是小瞧的王大哥了 转过身来那面 还有一整柜的宝贝呢 这里有几样好东西 你像这个 这个你们女人戴那个戒指红宝石 这就是红宝石的原石 哦 就真正的红宝石 是长在这个石头里面的 我看到它露出了一点 哎对 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一块红宝石 哦哦 这个就是你们女人戴的那个主母绿 主母绿 哎做首饰用的那个 镯子 不是镯子 戒指什么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咱们辽宁朝阳的鱼化石 鱼化石 一亿年前的东西 那那里边鱼骨都是真的鱼啊 真的呀 哦 王大哥告诉我们 自己这辈子没啥爱好 烟酒麻酱它不真 唯一爱好啊 就是这收藏了 你为啥就喜欢收藏这些东西呢 嗯就是 可能算男人的那么一点爱好吧 它不是说钱多少 因为每个人是喜欢不同 那我可能就喜欢这个东西吧 对我感觉到的 你就喜欢要天然的东西 对 但以前没有钱买不起 就年轻人的时候也喜欢 也喜欢那时候买不起 再一个那时候吧 没有工作条件 现在的工作就是全国我哪都走 嗯 那就包括中国这几大玉器市场 每当路过的时候我都下车去看一下 就一定要去看一看 对 王大哥最初是在国有企业工作 后期转到了私企做科研 而这也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点 我是基林大学半导体材料专业 但是毕业以后 基本上我从事的是激光净体检验 就改行的 哦 都是改行的 激光净体检验之后 最后是看到这么个产品 是中国进到中国的 美国进到中国第二台 叫我看见了 哦 看见之后我一看 我说这东西应该可行 就这么多 就从事这工作 这个设备都应该说算是我的结束 你做的 我一生中的这个作品 就是我设计 哦 是你设计出来的这个机器 对 而且现在就是外面这两款激光这个 目前现在在国内 现在我已经设计出来四年了 还没有人能超越我 王大哥告诉我们 照片中的四台眼目激光治疗仪 就是他这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 也是让他最骄傲的事情 治疗后发障和轻光眼 它这是属于什么原理来治疗呢 激光 激光爆破的原理 轻光眼 现在我们国家致盲率最高的 轻光眼 它的临床早期 就是刚发作的时候 到那就是三下 然后这个病痛 十五分钟以后 甚至二十分钟以后 立刻就消除了 王大哥已经在眼部激光治疗仪的研究领域 工作了近三十年 如今虽然退休了 但也依然还在原公司担任技术顾问 在事业上 王大哥这一生可以说是成就显著 但在婚姻上 王大哥却没能收获圆满的结局 他触碰了底线 但是过多的我不想去评论他 因为 因为 今天是就这么大个小的范围 认识我的人有很多 另外知道我离婚的人 很少很少 我还是希望给对方一个空间 不要过多的批评 错误犯了 但是过去的事就翻篇 王大哥说 对于过去的事 他也不想再过多提起 是非对错也不想再论 离婚后的王大哥 专心陪伴了母亲六年 直到三年前母亲去世后 他才慢慢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事 为什么说从19年下半年开始 想找个伴 就是因为这不是一个人吗 另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 像我去年想去海南过冬去 想去那猫到 然后姐姐就不让了 打不放弃你一人去 对了 前两年去的时候 我和哈尔滨有个同行老大哥 我们吃个伴 去年人家不去了 然后姐姐也不太同意我去 所以想了一下 还是应该有个伴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王大哥也渐渐感觉到了孤单 而酷爱旅游的他 这两年也开始因为年龄 而不被允许单独出行 所以在找个伴这事 是时候该落实了 我一直在想找一个 真心实际想撑家的 而且是希望 女方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相踪我这人的 咱们就好好相处 如果说看中条件的 就一律免谈 其实这刘大姐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都挺好的 只不过王大哥说他不看中这些 他更在乎的是两个人内心世界的契合度 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得出来两个人不怎么合适 那接下来呢 红娘又给王大哥介绍了同样家住吉林市的明明 明大姐 明明62岁 接到办事处退休 退休金4000元 有双保 居住地在吉林市 住房面积45平米 大姐我们到了 来进屋进屋进屋 我给两位介绍一下 王华的王大哥 你好 明明姐 你好 你好 我有事 今来今 那个闺蜜也来了 然后大姐说没出正月 哎呦 这也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 还行 只能说 这个是原先我住的地方 这个是原先我老妈妈居住的地方 我老妈妈在这 孝顺 在这跟我生活了六年多 注意到前面的照片没 这 那个是我这个 应该说是五年前六年前的一个工作宅 我就从事这个激光眼神制造机 设计工作的 刚一见面 王大哥和明姐都对彼此挺有演员 这边王大哥带着明姐参观了一圈房间后 两人也开始坐下来 介绍起了彼此的基本情况 我先说说我吧 好 我那个 今年是65周岁 毛岁66了 年纪比较大 单身十年了 我也单身四年了 父母早就不在了 我爱人也去世了 我呢 对对方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身体挺好的 完了然后人品 善良的 正直的 就可以了 但是首先一个条件就是 莫非能让人对我来喝酒 因为我前逢就是因为喝酒 造成了甘愿好去世的 所以说对喝酒这个挺反弹的 这样说吧 抽烟喝酒打麻将 从小到大到现在 就不会 就不会 就没沾过 在听到王大哥烟酒麻将都不碰之后 明姐心里对王大哥的好感 是又增加了一分 随后也开始介绍起了自己的退休情况 我在街道办事处 最早的时候在传言二院 在财务科 后来调到街道办事处 在城管 在那退休 那属于公务人员退休 对对对 这一类工资相对比较高 也不太高 因为我退早 我今年62周岁了 50岁我就退了 现在一个月这块 现在我一个月工资是将近4000 不到4000 对 她现在在这个女生里面 整个的工资水平 公务员都高 一般例来讲 比企业的是相对的高一点 企业的基本上都是在2000左右 毕竟她是在3D政府工作过 她接触的人比较多 所以说什么样的人她都接触过 她心里有数 就是她经历的多 她知道自己是 她所遇见的人是个啥样人 敢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对 你看她说话很有分寸 在文化涵养以及性格上 王大哥和明姐看起来都是比较匹配的 相亲到目前为止 也都还算顺利 但随后王大哥在介绍了自己是离异的情况后 明姐心里有了波动 我是离婚的 这个要跟你说清楚 但是离婚的原因 至于她咋样 咱们别去过多评价 我也不想说了 跟我没来往 我的原则是不找离异的 这是我的原则 但是就是她刚才说 那她肯定跟她前妻也没有什么联系 其实我的原则 我是不想找离异的 但是那个天 就先说 我想跟前妻 不可能再有来往 那真实就是这样的话 也没有什么鼓起 可以考虑 虽然明姐一开始不想找离异的 但听到王大哥说 自己与前妻没有任何联系 明姐觉得如此的话倒是可以考虑的 但除此之外 她还有另外一个担心 其实我感觉 她这么强势 好像是我都有点不时宜 你觉得大哥强势 你看自己撂了个家 然后那个方方面面的 是吧 还要跟你透露一个信息是 大哥的家 是请小事工作 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做的 不是他自己手 是 我想啊 如果说的要是这么 呃 尾声这么干的 当然是好啊 就是说假如说一旦啊 我要是说的 我们走到一起了 我不一定能做得这么紧张的 那我一开始不知道有 重点功能 我觉得 一个大男人 六十多岁的人 还能把家守着这个样 那得是这么心细的人呢 对不对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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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心细的男 太心细的男 我觉得我也不适合我 我大咧咧呀 他就是说 这给叔叔的手势 干了接近的咋子 有点太细 是不是有洁癖呀 我都这样想了 另外就是 就真正走在一起了 嗯 对小事工作 还是不能辞掉吧 对吧 我不能说我什么都不干 对不对 咋又没病 那咱也不能说 你不让你干 你干啥呀 这干也是做练的 也是出自相见啊 就是说的 然后再 上马头 不想考虑考虑 是不是 我说 他也有一项 我也有一项 那我就 再接触 他刚才说了 他再回去考虑一下 我说那你就 让他给人一个 缓冲的机会 你也跟他讲 想好了 找你 往来再通过你 再来找我 哦 我想是这么个方式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 你也不想说 我应该说